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若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讲过跟目录类型和目录属性有关的函数 对不对 当然跟文件不光是目录了 对吧 这节课咱们看一下目录的操作 重点看解析目录物镜 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比较多 对于目录的操作我们都有哪些 比如说解析目录物镜 便利目录 统计目录大小 建立和删除目录 还有固执目录 这是咱们每一个咱们都分一节课去介绍 好吧 这节课咱们先看一下解析目录路径 这是咱们这节课内容 为什么咱们要解析目录的路径呢 因为这和咱们操作系统有很大关系 因为咱们最主要PRP运动操作系统 无非是两大系 一个是Linux 一个是Windows 对吧 Linux和Windows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吧 比如说 这里边 如果是Windows 我们通常的路径是这样的结构 比如说锡盘下边的 对不对 当然这样的结构 锡盘下边 APDSERV下边的 比如说三WM下边的 AA.PRP 是不是这样的 是几个 那锡盘 就是Windows用的路径分割 和通常是这样的 对吧 Linux通常是这样的 比如说斜杠 斜杠下边 USR下边的 对不对 然后Local下边的 对吧 比如说Apaq下边的 等等等等的 通常斜杠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一个正斜杠 一个是反斜杠 Windows用的是反斜杠 Linux用的是正斜杠 对吧 那这样的路径 咱们就得统一一下 用哪个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有的 所有的斜杠 记住一点 第一个 注意什么呢 如果你在字幕串里边 用到Windows这种反斜杠的话 比如说在字幕串里边 我们用到这样 C牌下边的 这样 对吧 APP SERV 下边的 对不对 3W 这样的入入节奏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 这个斜杠 这个反斜杠 是不是当前面重点介绍过的什么 转意字符 对吧 所以在双眼号里边使用这种转意字符 会把后边字符当成转意去处理 而不是路径更多复了 听懂吗 那Windows还是只识别这种符号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种办法 所有的通通的 不管是BX 还是Windows 用这种正确感 它全实力 对吧 所以注意一点什么 所有的程序中 不管 是什么操作 系统对不对 全部都使用 什么 来什么 代表 路径 分 歌 符号 这点是很重要的 听懂吗 那需要在几个地方中重点 比如说 PNP程序中 这么使用 对不对 然后咱们 阿帕奇的 配置 文件中 也使用这个符号 因为阿帕 配置 用Windows 下 又 下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PNP的 配置 文件中 只要 有 什么 目录 只要有 目录 的情况 情况 全部 使用 正确 这个 这是需要 非常 注意的 一点 听懂吗 保证你程序不受错 不然的话 比如说 你非得按这种什么 反型上去写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只有 Windows 能用 第一个下 是不用了 但是你用 第一个这种方法 第一次能用 Windows 也能用 对不对 对吧 那除了 咱们 这么使用是最方便的 对不对 好多人 写程序 肯定都是为了 不过是好多人 全部 所有成员写成 一定要写跨平台的 对不对 对吧 那跨平台的 好多人写用的 不一定统一这种方法 对吧 那没有这种方法 咱们就有一个什么 就有几个长量 看一下 在这里边 我给大家提供了 什么呢 他们这几个长量 这个是目录分别图 也就是刚才他说的 这个长量 比如说 我想输出一个目录 是这样 你看 是 比如说 AAA目录下 连接 连接这个长量 再连接 BBB目录 再连接这个长量 后边写个 再连接个什么 CCC的目录 那他说 这个长是干嘛的 就是目录的分割图 如果是温度操作系统 它是这种正写个 就反这个 如果是另一操作系统 它是这种正写个 那么用这种长量 来代表目录分个红 是不是就可以跨面台了 但是写起来我觉得麻烦 所以通通去正写刚是方便一些 来 我们看一下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3W点 对 Local Cos 下边的 TES P 你看 是不是这种 现在我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是不是温度操作系统 所以它是不是这种反标量 如果我切到另一个操作系统 还运用这程度 它就变成正确的 所以跨面才用它 比较好 既然都说到目录不能复了 一般能的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 温度是也设置环境变量 Linux也设置环境变量 对不对 那设置环境变量就需要设置多个 目镜 就多个目录连在一起 对不对 多个目录的连接 是什么呢 看一下 在windows里边 因为咱现在不是 不是零件操作系统 对不对 我的电脑 右键 什么 属性 属性里边有个高级 高级里边有个环境变量 看到了吗 你看这里边随便找一个pass 找编辑 就得pass是空的 找到这里边 下面有pass 对吧 我们编辑一下 你看这里边 把你变量是不是设置了多个路径 你看多路径分隔符 大家看字笔有点小 是用分号合开的 因为它是盘湖 西排我冒号 对不对 所以在windows下 在windows下 记住了 多个路径分隔符 第二点 就是windows下 是使用分号分隔 lini下边 使用的是冒号分隔 多个路径 比如说 windows下 是这样 吸盘下边的 这样写的 对吧 app servor 下边的 3w 分号 然后 吸盘下边的 比如说 是windows下边的 windows下边的 什么 AA 目录 看到中间是不放入规开的 而linics是这样的 比如斜杠下边的 user 下边的 local下边 然后 冒号 看到了 斜杠 比如说 ETC下边的 AA目录 看到这个分隔符了吗 对吧 这个分隔符不像斜杠 是你用统一的 遇到这种隔符符的话 就必须用什么 这样 就必须用到一个常量 哪个常量 输出一下 比如说 AA 连接 哪个呢 多个路径 这会最好写多个 斜杆 吸吸吸 斜杆滴滴滴 看到了吗 对吧 然后连接 使用这个常量 pass 分隔符 来 往这一块 然后 WW 这个 YYY 你看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运行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现在在温度上系统下 用分号给我们分开的 所以这个常量就在这种分号 所以遇到这种跨平台的处理 这个目录分隔符的时候 就用这个常量 好吧 大家了解一下 知道有这个 如果记不住的话 可以到手上去查 对不对 在目录那个孩子部里边 那还有一个 跨 跟跨平台有关的 咱们就放在一起说 什么呢 比如说 在温度的下 咱们一般的换行回车 是斜杠R 斜杠N 对不对 在另一下边 咱们一般换行是什么 斜杠N 看到了吗 是这个是换行符号 所以咱们在写文件换行符号的时候 通常的编音器都改成 以另一个组织路 都是用一个斜杠N 等别人开发都这样 这是没错 对不对 但是你为了更好的跨平台 用温度是很好的支持斜杠R 斜杠N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打出文件会出现一些 什么控制符号那些东西 对吧 比如乱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常量 就是这个 看一下 这个符号 P-R-P-E-O-L-E就是暗的 狠杠的结尾服 对吧 一般的 我没有政策匹配的时候经常问我一个 是 亦安的 啊 烂 对吧 projects 你看不到 因为它是一个化行图 一个什么非大因子图对不对 一般我们在写文件结尾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化行了 是比如说这边写文件行 A 连接这个化行 比如多个文件化行 对吧 我们来输出一下 那有可能说 你看这也没化行啊 看代码原文件 查看页面原件码 我们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在文件原件的化行 而且这种化行是跨平台的 对吧 因为我们用这个场面处理 所以这块是需要大家了解的 几个什么几个常量 对不对 都是为了做跨平台程序 而使用的几个常量 对吧 那除了这个我们还要了解 什么是相对路径 什么是绝对路径 知道吗 那什么是相对路径 什么是绝对路径呢 一般的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 咱们现在是教师一对不对 教师二就在一趟隔壁对不对 那挨着咱们说 咱们经常说隔壁的教师 这个隔壁是相对于咱们教师来说的 这就是相对路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对于其他楼来说来找咱们这个 是不是就不太要找了 其他楼得说隔壁楼的 奶奶藏的教师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相对的事吧 对吧 如果你不在北京 你在美国 那你想找这个隔壁的教师 你怎么找呢 是不是就得用绝对路径了 对吧 什么中国北京 对不对 某某大厦 然后呢第几层第几个雕士 对吧 从头开始找的这叫做什么 绝对路径 对吧 绝对路径能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 而相对路径就 怎么以当前位置为坐标去找 对吧 而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咱们要知道一个问题什么 就是第三个 就是这个点的问题和点点 明白吧 如果我指定 如果在第一那些在咱们操系统里边在写 目录的时候 如果写AA目录下 BPP目录 西西目录下有个 divo.pp文件 如果这么指定就是找当前目录下 AA目录 这个对不对 他的写法和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点斜杠当前目录 听懂吧 如果我想找上一级目录点点是上一级目录 找上一级目录下的AA目录下BB目录了 对不对 那点点斜杠 点点 点点斜杠 AA 这指什么意思 上一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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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这两个都是怎么的 都是相对的开始对不对 而绝对的开始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说C盘下边的 对吧 AABBB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另一下边 根下边的 User下边的 哈喽下边的 什么什么 对吧 是这样的是绝对路径 从顶层开始找的 这能去通它吧 大家去操作系统稍要了解一些 那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应该都明白 对不对 所以这话我就不重点的去伸说了 好吧 然后还有一种路径 UR的路径 也是一种路径结构 比如说 HTTP 对吧 Local host 或者是比如说 3W点 浪 Rat 点 内在边的 A 下边的 BB点 下边的 比如说 PP点 P 对吧 这也是一种UR的绝对路径去找的 对吧 那这就这 我们 这话介绍了什么是相对路径 什么绝对路径能理解了吧 那什么是不同的 根路径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很重点 不同的 根路径 也就是在我们开发的时候会涉及到两个根 对吧 会涉及到两个根 什么什么叫两个根呢 比如说 把这个文件炒成这 比如说我找一个 图片收藏 我随便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 这个大象吧 好吧 放到 放到我们C盘下这 我起个名叫做 A.JPG 看到了吗 A.JPG 那我再找一个图片 刚才是JPG的 对不对 那这个 我这话 放到 问过下边的 3W下边 我这会儿放一个 什么 是 A.JPG 是不是两个都是A.JPG 同样的文件名 那看一下 我这会儿如果输出 A.JPG IMGSRC等于 根下边的A.JPG 是哪张图片 是放到C盘下边的 还是放到3W下边的 然后 看一下 是不是写的是根底这个 对不对 然后创建一个文件夹 make.dr 创建一个文件夹 再根下边创建一个 比如说 make. 这块吧 就是 哈喽的文件夹 是不是都是根 对吧 JPG写错了 JPG 这样写的 那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写的是两个根 对吧 那写的是两个根的话 是不是指的同一个路径 看好了 A.JPG是哪个 咱们再回顾一下 看一下 在C3W目录下 这是文档根目录 对不对 有个A.JPG 这个图片是什么 一个手机 对不对 对吧 而在C盘放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大象 对不对 C盘下边没有哈喽 乌乌乌对不对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手机 对吧 那路径在哪呢 创建了呢 C盘下边是什么 但是这个不是大象 对吧 显然是手机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这两个位置 代表了两个根呢 那咱们要区分开 对不对 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要注意 如果是P2P程序操作的文件 对吧 P2P 咱们前面画过图说过 P2P是不是服务器端的 浏览器是不是客户端的 对不对 那客户端是不是有个地址栏 去访问 对吧 从这访问阿帕奇 对不对 然后阿帕奇访问P2P 对不对 那在P2P里边 咱们是不是见了一个念价 那P2P程序找根 是找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根 能理解这问题吗 P2P找程序找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根 能知道这个了吧 那咱们看一代码 这是P2P程序 它从根下面带个目录 是不是从操作系统的根开始建一个 那对于温道斯的话 我现在盘处在吸盘 那操作系统的根就是在吸盘嘛 对吧 那如果是前台来找 什么叫前台来找呢 这个如果是什么 我请求阿帕奇 对不对 阿帕奇把图片发给我 对不对 阿帕奇来找文档的根 是不是找网站的根 对不对 是不是三达没有目录 对不对 然后把那图片发到这来 对不对 因为客户端找的话 是找不到服务器的根的 他只能找到 阿帕奇管理的 就外部服务器管理的那根部 有文档的根 才能把那图片发过来 所以这个图片的路律 其实是 看一下 查看 属性吗 查个图片地址 图像地址 我刚才复制的图片地址 我刚才复制的图像地址 都在 复制根地址吧 你看我站过来 什么 是不是通过这找服务器去了 找服务器的根 而服务器的根 有落后子的是不是三达未来的 对吧 所以呢 在页面中解析的路径的 都得是什么 服务器上的那个文档的根 而P2P直接处理的都是操作系统的根 这点能区分开了吧 这点很重要啊 好多人在这迷茫 对不对 这找图片 我是根下面还是找的 为什么找不到 你从操作系统根下面找 能找到吗 对不对 建一个路径说 我是从根下建一个路径了 为什么三达未来没有啊 你是操作系统的根 就知道吧 两个是有区别的 所以就是不同的根路径 记住了 一个是怎么的 文档根目录 一个是操作系统的根 对吧 那已经操作系统的根 是什么 P2P操作的 对吧 文档根目录是什么 远程浏览器 访问在浏览器中使用的 对不对 比如说GS路径 CS路径都需要使用这个 图片的根 好 咱们再往下看不同的路径 然后路径解析还是什么呢 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几个长的 还是非常有用 比如说 这个 第一个函数 Base name 这是干嘛的呢 就是里边你不管写哪个UR 他都能够把我们的什么 对 Base name就是文件名取出来 不管是相对的 绝对的还是什么 都能把文件名取出来 对吧 这话咱们叫做 dival.p对不对 换行 咱们这话再来一个 这个 再来一个 上级目录下的 上级目录下 是不同的相对绝对都可以 那我看一下 都可以把dival.pp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获取的 对吧 如果只想获取文件名 我们获取目录名了 不过去后面名了 后边点pd 把后面名写上 这不就去到了 写什么就去到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Base name 那能不能拿到 拿到这是拿到什么部分 拿到的文件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这个 看一下 Ico dl name 上级目录下的上一级目录下的 比如说 稍微点 AA目录下 bd目录下的 cc.p 对不对 第二内部找的是 目录名 把目录 B部分都拿出来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一部分 新铁就拿到了 所以一个获取名字 一个获取目录部分 那当然还有一个函数 比如说 Ico 像什么 pass info 对 过去什么目录部分 比如说 谁让AA 下边 bd 下边的 dival.p 那他把回来的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数 看一下 目录名是 文件名是 扩展名是 是不是都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的函数 我们课件里都有写 我们讲一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解信公众 我刚前面说的 对不对 相对 注意绝对入定 相对入定 然后这块 s name dr name 对不对 然后还有像 pass evo 还有pass evo的信息 对不对 还有 real pass 反归什么 规范化 的决定 面证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的内容 这几个重点 现在介绍了 就是 对 跟物件有关的 虽然很杂很乱 但是很重要 对吧 大家对这些机器不了解的话 对于目录操作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对 好 谢谢大家 时间关系 咱们这节课就叫到这里 好 这节课我们开始目录的操作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